营俏 营俏 你可知少主为何突然出门了 是不是与我们公主生了什么嫌隙 花游姑娘您别担心 少主和少夫人好着呢 南部水患 少主和巫卿出门治水去了 哦 那就好 少主可有说他何时回来 估摸着得两个月吧 贺怜夕不在 倒是正好给了我机会 这世间没良心的人都多得是 大殿下怎么会信 数会有新这种鬼话 本王这个傅君一辈子没给过我什么东西 倒是让我找到了这本册子 他与凌川川主 相交甚度 这本册子上 记录了凌川有颗护族神树 若是凌川少主死于非目 神树就会枯竭 那拥有上古之力的树心 并会显现于世 若是本王得到了那颗树心 别说是东陆各族 整个天下都是本王的 永赵是你的 我就是永赵的王后 天下是你的 那我是什么人 那你就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人 所以我让你跟着他一起去凌川 伤了盒子 说死了他 好 那你忙吧 我不打扰了 盈翘 花卧找你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问了下少主为何出门了 盈翘 你以后还是和花鹅保持距离 不要与他多亲近 等花鹅回永赵了 我会好好照顾少夫人您的 好 谢谢你 少主 何时种的这棵石榴树 昨夜少夫人您睡下后 少主一个人来种的 还特地交代我 不能打扰少夫人您休息 少夫人您先回屋洗漱吧 少主还给您准备了庞的 少主说少夫人您喜欢花 嘱咐我日日给您更换 说让您见着了花就能舒心 哪又日日更换 这花一日又哭不了 也不知五九将军 是否收到了我的心 何连熙以及男志愿 上上下下如此呵护我 我断然不能再为了自己的亲人 让风云践踏了这片大地 等何连熙回来 我便与他坦白一切 离开凌川 若是拯救不了夫君母后 打不了 与他们同生共死 与他坦白一切 幸好借助了 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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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您的信 永召来的 快把信给我 盈俏 你不是说 从明川到永召 至少也要一个月吗 怎么那么快 少主知道您兴起家中 特地传令所有遗战 专人单独护送您的信 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 那时候就讲究的笔记 走 我们回南枝院 少夫人 永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永召和凌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等日后有机会了 我带你去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看来她早已不是永召公主 而是凌川少夫人了 再待下去 对我没什么好处 少夫人 花娥最近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 好些日子没见着她了 怎么了 也没什么 就是有一回 她问我如何出凌川 我去她屋里给她找路线 结果她生了好大的气 我头一回见到她发脾气呢 兴许是我前一阵子刚训斥过她 她闹了性子想早点走吧 挂不得她屋里有好多酒 原来是被少夫人训斥过 心中不悦才借酒消愁的 好多酒 我明明记得 她是一口酒都喝不得的 少夫人 今日上司节 春婆婆说 你也得和族人一起去福西驱灾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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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吧 烧完了 我就能挥里 烧过 你这个疯子 好 坑齿了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灭这火 好 这么重要的日子 少夫人怎么能误去呢 可是少夫人说她身子不舒服 身子不舒服 不入水就是了 祈福总是要参加的 春婆婆 春婆婆 你怎么了 你怎么办